台灣女仇一姐戴資穎 二十號迎來了巴黎奧運之後的首戰 回顧戴資穎在巴黎奧運的賽事 她是忍著膝蓋的傷勢來拼占奧運 最後敗給了好友伊瑟農 止步小組賽 經過兩個星期的修養 小戴的傷勢狀況有所好轉 決定參加日本公開賽 不過由於南韓球後安喜營 中國大陸一姐陳雨菲 以及受傷的西班牙名將馬林都缺席 世界排名第四名的小戴 名列日本公開賽的頭號種子 首戰會對上世界排名第五十六名的 印度女將查理哈 展開雙方生涯的首次交手 原本小戴順利過關之後 十六強很可能再碰上伊瑟農 不過伊瑟農宣布退賽 兩人無緣進行生涯第37度的好友對決